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台湾第二次变成世界母役体系的一部分 是因为台湾出生到世界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申品 就是中路 以及台湾到今晚 那是世界最重要的代表 代表所用的代表 这两个东西的外销 需要到 现代法的功效 所以也造成了 这些外国的势力 要求台青帝国 在一百六亢年前后 开放到 淡水关到台湾关 一个代表就是北部地区 一个代表就是南部地区 这是台湾历史里面 让台湾第二次进入世界母役体系 也是台湾历史里面 一个粗粗的开始 但是那个时候 青帖已经意识到台湾 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开始在台湾做 现代法的准备 也要在台湾建设 我们现在来看 对现代法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现代法关联的改变 在台青帝国这个 这么老的帝国 他无法处理到现代法的事情 在国家的本身 在北京 他无法处理到现代的台湾 很特别的是台湾来一个 叫做刘明川 这个人 他在一百八五年到八六年之间 开始到台湾现代法的第一步 就是在现在台北 台北上的榜文华 起了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法的工程 叫做台北机器局 这个台北机器局是要做什么用的 基本上就是 他想要在台湾的社保 要找一个更好的工程 要把台湾的社保 用一条铁路来连起来 所以他对家人 要去铁路去到新地 要整个台湾的社保的交通系统 我们以前有说过 清朝西台台湾汉人的交通系统 是对海华用大港 带修港的这种方法 大正港 会有很多较少的港口 来到中国 现在中国 台湾第一国的国家 那些港口来联合 这种方式的交通 一直到劳民船 开始到一百八五年 百六年 开始想到要去铁路开始 这个观念开始改变 这个台北机器局 它有两个很大的部分 这个就是行政的部门 这个是技术的部门 行政的部门 我们看到的就是 四镜衙门 就是一二三四 四镜的这个约门 四镜衙门 在四镜衙门的北平 去一间很大间 现代法的港口 听到外国的技术 和毕地兰 来去这个港口 这是一个高温技术的港口 可以修理火车 可以做枪炮弹药 也可以做钱 可以做钱 我自己做这个地点的考古发掘 以前的学者 以前的学者 都认为台北机器局 真有可能是在今外台湾铁道部 就是他本人在193000年的台湾铁道部 可能是基于台北机器局的顶 但是经过 库库的发掘 很清楚知道 很清楚知道 两个铁路 最重要的第一和第二的铁门之间 其实是中级的铁道 就是现在的塔城街的当兵 那个铁道 铁道的当兵 是日本时代 193000年 进行 日本人所使用的 或是台湾铁道部 在这个尤其外的西兵 是清朝的老兵船 建的台北机器局 跟他的港顶 台北机器局去给日本人 拆到冲铁 未来建作宿舍 但是日本人 要继续利用到 那些港顶 继续建一些新的港顶 来做做 日本时代 1900年完成的 台湾西波 纵贯铁路的时代 最重要的所在 我们现在先看看 台湾现代化 和台湾的交通系统的变化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不是 我们现在台湾的一日生活圈 你如果要到台南和高雄出头 其实是在起时内 晚上就能够回来 这就是一天的那些生活圈 一天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到台湾西波 最北边到最南边 这种交通方式的改变 这种交通方式的改变 其实原来改变到台湾人的速度 所以日本人在这条铁路的旁 年里面建造成吉人港 高雄港 整月到台中港 就是新高港 它要建立台湾跟日本的联系 这联系本来的港口都不行 像淡水河口 后来的大船也不能停 安平当然更没办法停 高雄是一个天然的细湖湾 可是那个也是多沙洲 大船也進不來 所以日本人統治台灣開始 馬上就開始做港口的調查跟建設的計畫 所以1898年就開始建設基隆港 然後分期一直在建 因為他優先建設基隆 是因為基隆到日本 這個門司、神戶他的航線比較近 而且那個基隆又是等於他的統治中心 台北的門戶 所以他當然優先建基隆 所以分段一直建 建到其實連太平洋戰爭時間才稍微停頓 所以也這樣就等於建立了 整個基隆港的這個規模的基礎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基隆的內港部分 其實基本上都在日本是在建立的 那高雄是稍微晚一點 高雄港的建設大概從1908年開始做 也是一樣分期一直做 然後尤其到1930代 1930代更把高雄發展成為一個工業的港口 所以大家想看看 我們現代的台灣是不是在這個 現代法的過程當中所建立的 如果這樣來說 我做的研究 我做的研究 原來改處理 因為這個台北基隆局 做研究之後 發現到很多很多 新的 大家不知道什麼事情 我也發現到 畢竟我們住的那個宿舍的地板 也發現到日本人 買來把這間工場 拆掉了後 在1937年 刷過現在的松山 現在的松山 所謂的松山機場 去處理到台灣鐵路的 高雲技術的部分進展的所在 這個地板 三邊做 台灣鐵道部 日本人 做大的宿舍 因為日本人去宿舍 只把民政的房子 拆掉 沒有挖下去的地下 所以地下的情形保存後 非常之良好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日本時代 又比較頭前 請到政府蓋的東西 因為交通的需要 蓋到疾問的 訪問站 所以把這個地方 用固固的方法把它拿起來 現在電視在訪問站 既定的一個流站裡面 讓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台灣現代法 最重要的建築物 它的一部分的情形 那它一部分的宿舍牙門 就流下來 那個藝問的所在 流一部分下去 流在那個土甲裡面 現在沒有拿出來 電燈給大家看 我們如果從這個 鐵路的交通來看 我們台灣現代法的開始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這個現代法的開始 在日本時代 完勝了後 台灣如何付出 非常參重的代價 是因為怎樣 因為日本人來 剛好在全世界現代法 已經開始 所以工程範圍越來越大 我們就看到台灣的水利建設 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的 烏山頭水庫 迦南大郡 八田一一 這個日本人 跟台灣 西南邊緣地區 這麼好的土地 給它很清楚的灌溉系統 設計到台灣 農業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在台中的新社區 新社 原來的新社鄉 叫新社區很奇怪 所以我們來的新社鄉 這個地方 在大南台地面上 建一個現代法的 作苗養成所 正感吃的症 在栽培感吃的症 拿去南部 讓這些人去症 有一個品種叫做藻蛙大菌種 它比較疲勻 體溫比較多 基本人家找到品種藥 就開始想要講這種品種 但是 新社這個地方 大南這個地方 它缺水嘛 所以缺水 所以缺水 缺水跟新租白兩菌 白兩菌是這樣來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誤會說 作苗養成所 開了以後就開始蓋白兩菌 這是錯誤的 這是錯誤的 差不多是十幾年 差不多1928年 1928年那時候開始要興建 差不多興建三年半 興建三年半 所以差不多19… 差不多三年半 到1932年 所以這是比較倍了 所以這不是說頭的 大南這名養成所 開始就不是 因為它的品種不一樣 這種品種要水 它那個所在沒有水 所以它這個水 這個白兩菌 它的特殊的地方在哪裡 它就是說 它這個整個 它的水徑差不多26.6公里 但是26.6公里 它這個落差 我沒有說 沒有幾公里 實在是很難做的一個工程 它裡面有43%都是隧道 所以你看它經過多少隧道 它這個入口處在哪裡 現在天倫發電廠的對面 這個叫做白兩 過去因為台稿的水比較多 所以就是對這個入水口的 對那個地方現在進來 它這個工程最特殊的地方就是 我們一個水準 最怕說的就是 水棋的那個地方會淤積 你說淤積 然後就說入口處 有那個什麼 那個水流沖刷的時候 它把它沖判去 這個日本記事叫做基田先雄 它它設置的這個位置很特別 所以它這兩個問題 都不會有發生 它這個做苗養成所這個地方 原來撈很清楚的 新設台立面上 規定的情緣 這就是我們從一集所說的 台灣的蝦波 對桃竹苗一直 來到當時 新鮮到國盛 這個代狀區域擁有相當重要 張南樹林的重要的例子 但是日本做這個水準 開發越來越嚴重 人口越來越增加 因為日本人接受到 清調開山斧番這個政策 所以繼續進去台灣的山斧 清調開山斧 日本人開山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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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人開山斧 日本人接著開山斧之外 還繼續往更高海拔的地區 砍了 檜木跟扁駁 假如從檜木跟扁駁的 生長系統來看 在2000公尺前後 所以我們看到了 非常清楚的 阿里山斧場 八仙山斧場 太平山斧場 阿里山斧場 大家都知道在什麼地方 現在它是一個油漫的性地 替路也要漏著 但是八仙山斧場 大家可能就不知道 八仙山斧場是 大家在南方的臨場 在台北南方的臨場 百仙山斧場 在八仙山 我是用 東式的客家化 大普克 來說明 因為 這條動線 從豐原一直到八仙山 全部穿越的都是 原本的 台灣原住民後來的 大普克家人所居住的領域 這條動線 進去把八仙山附近的 林木砍光 為尺 然後把林木拉下來 放到豐原地區的 祖墓池 那太平山臨場 大家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了 在現在的宜蘭羅東 羅東的 中心职場已經停擺了 原來從羅東沿著山心 沿著溪流往上溯 一直走到太平山的 鐵道系統 現在也不見了 那更小的一點的 稍微小一點的林場 则是大家所熟知的 花蓮的林田山林場 就是大家 現在假如去玩的時候 會看到的 所謂的 Morisaka 就是 森榜的這個地點 也一樣 是日本時代 開始的伐木系統 這些伐木系統 使得台灣的 土地利用 從荷蘭時代的平原地區 大清帝國的 平原由南往北 一直到南洋平原 而且初初的 進入了 丘陵台地地區的狀態 延伸到現在 一步一步 日本人走上了台灣原住民 居住高度分布的極限 也就是兩千公尺左右 台灣的原住民和考古遺址 兩千公尺 基本上是一個極限 兩千公尺以上的考古遺址 通常都是臨時性的居所 也就是 日本人統治時期 把台灣的土地利用 已經到了一個極限 台灣原住民住在這塊土地上 是跟山林共生的人群 日本人把砍伐樹木的手 深入了台灣原住民生活的領域 當然跟原住民之間 起了相當大的衝突 所以日本人 從統治台灣穩定以後 就開始處理 跟山地原住民之間複雜的關係 日本人砍樹以後 種樹造林 大體上沒有對這個環境造成 大規模的影響 可是 也對環境造成了 基本的影響 我們基本上 可以看到 台灣現代化過程當中 我們的確進步了 可是 在台灣歷史發展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提醒大家的是 這也是人力大規模 改變台灣土地利用的開始 不論是水利設施 不論是水利設施 不論是開發山林 不論是 在一九二零年代開始 迫使得台灣原住民 一步一步的離開 它生存所居之地 這些都是我們 理解台灣史的過程當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也就是 在台灣這塊脆弱的土地上 我們做現代化的過程 究竟付出怎樣的代價 事實上 這些代價經過日本統治的 這五十年 再加上前清的 這一二十年 這六七十年的時光裡面 終於做成了 下一個階段 要跟大家談的 國民政府時代 台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請大家拭目以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